大家好,这里是小鸡巴鱼,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张艺谋的新电影满江红终于体上日程了 所发布的定档预告片虽然只有一分钟左右 但是剧情所呈现的紧张自己感从头贯穿到尾 非常抓人眼球,沈谈一样千玺的造型让人眼前一亮 出乎意外,看到各大主角轮番登场 暗默色的画风,他很肯定的告诉观众 这就是一部满屏悬疑的电影,没有强行搞笑的成分 目前满江红对外公布全员阵容 除了沈谈和一阳千玺是双男主之外 还有张艺、雷佳英、王嘉宜、叶云盆等人也逐一亮相 他们的造型非常冷艳,古香古塑的质感极其耐看 这部电影讲述了叶飞死后四年 英国使者死在宰相驻地,所邪秘性也不翼而飞 一个小兵与清兵营副统领机缘巧合被裹挟进这巨大阴谋之中 寻找凶手和真相的故事 从一分钟的预告片中可以看出很多的电影信息了 首先,氛围感是浓浓的悬疑阴谋风 夜晚之下随着官兵们匆忙的脚步穿堂过院 还有凌厉的冷兵器碰撞升起来 加上背景音乐鼓声的烘托 一场肃杀迷局就此开启 张艺魔的大片美学立即扑面而来 身穿铠甲的一阳千玺和头发凌乱的沈腾 他们面无表情在长王之下快步行走 画面一转给沈腾一个正举脸的形象 带给一阳千玺一个帅气的沙发动作 真是吊足了观众的胃口啊 此外,张艺沉稳的眼神 皇家一份怒的红唇 月银盆魅惑的喜感笑声 雷佳音则是稳如泰山的诸葛亮作姿 为影片增添了几层扑上迷离 官宣的内容上说水飞难辨 希哲浮身在局中 如何找到破解之法 真假沉迷,虚实参半 要向背后是否隐藏着更大的阴谋 预示着沈腾和一阳千玺这两位男主角 会携手为观众破案搅局 在影片的迷雾中 张艺,雷佳音,月银盆有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呢,制作方目前没有透露出更多的信息 我们只能通过短片看到 一阳千玺的铠甲造型独领分丧 很多网友都直呼一阳千玺好英气啊 眼神里充满坚毅和凌厉 对于沈腾在电影里的表现应该会是一个惊喜 因为他在电影里面的反差感最大 他没有此前那种搞笑的样子了 只见他一改往常 身穿铠甲,一连震气,手持另排 恍惚一看还有点不习惯呢 网友纷纷说 沈腾首部古装电影反差感太大了 会不会让我们出戏呢 今年的贺岁电影或许会迎来一个大转折 毕竟满江红的主演们都反其道而言啦 不管怎么说 势必会有全新的冲击和新鲜感 如果这部电影的剧情不拉垮 必定会打开2024年国产大片的好势头 很多观众在网络上说就冲着沈腾的改变 必须去影院好好看一下 不知道大家期待这部电影吗 以上是大眼公仔的娱乐所记 如果大家有不一样的看法 也可以分享出来讨论呀 谢谢